中文字幕 李宗盛 陳昇星 李宗盛 其實我一直覺得 非常謝謝各位新手爸媽 其實新手爸媽很多人都第一次當媽媽 今天幾位議員可以當講師的應該是周立金議員 跟沈家風議員 升超過三個以上 那可以當 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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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蔡主委委員兩個 鄭東議員可以當學生 我們覺得 張文全你是幾個 兩個也可以當老師 新手爸媽其實 我們希望說 育兒的知識 或是爸媽的心理調適 希望不要從 摸索中學 而是從專業的 現在最流行的 一句話就是讓專業的來 所以我們教育局 家庭教育中心 會整合許多新手爸媽村 包括剛剛拿到的 那只是一個小小的那個 小小的那個 心意的包包 但裡面有很多東西 包括碰到什麼樣的問題 要找什麼樣的資源 都是在裡面可以提供給我們 那其實 要育兒喔 跨很多局處 譬如說你要打預防針 這個是衛生學的事情 譬如說你要爸媽怎麼樣子 碰到孩子 怎麼樣哭鬧或什麼育兒經 可能有時候 跟疾病沒有相關 可能跟教育局跟社會局比較相關 所以呢我們真的 感覺到很多 當為人父母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所以說我們希望說 尤其剛剛出為人父母的時候 要怎麼樣子走得平順 這個是我們關注的目標 很多甚至於 隨著時代的推進 爸爸媽媽我們的父母 跟我們自己的育兒經驗就是不一樣 那有時候爸爸媽媽說 我這樣子當中就這樣子養你們了 你這樣就可以了 可是有時候 新的社會 告訴我們 不是這樣子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來講 爸媽以前都是 罵都攪一攪在我們孫子吃 現在你敢這樣做嗎 誰敢這樣做 誰會被罵死 所以說很多事情是 隨著時代推移而不一樣 所以希望說 我們的新手爸媽村 我們市政府 教育局 還有我們家營教育中心 還有我們社會局 還有衛生局 將來 能夠 對於育兒的部分 能夠讓我們 許多新手爸媽 能夠走得更順 那這樣子 你說 要給多少錢 一胎多少錢 錢一下就花光了 但是經驗是千金難買的 所以說很多 重要的知識 希望說 能夠對我們的爸媽有幫助 那也祝福大家 身體健康 做爸媽很平順 再多做幾個爸媽 再多生幾個小孩 那就更好了 謝謝各位 謝謝 看他們會化身 大家熱情一點點 他們比較不會害羞 好 那我們現在也要請大家 用熱情的掌聲 歡迎到我們的 黃偉晨市長 請上來 跟我們台南的新手爸媽 請一起來合照 我們請市長幫我 站在正中央好嗎 我們是要往一小步 好不好 然後市長幫我 請繼續 好 待會我們要拍照的時候 請新手爸媽幫我把 進行方 放在正前方 然後還有手的話 跟著我們的市長 一起來比讚 好不好 來 準備好囉 看正前方的照相機 一二三 讚啦 是的 在今天台南新手爸媽村 就要正式跟大家來見面 來 右手邊 今天我們也有一些動態的 這個照相機攝影機 我們請現場的各位貴賓 還有一位朋友 大家稍等一下下 今天的節目非常的豐富 我們待會兒都 發現嗎 上面有些要做什麼 我是台南人 都是兩台 對喔 而且後面是那個 西古研山 他的這個 特別 台南的這個地區 把他呢 放在我們的這個 皮帶當中 那同時呢 我們現在呢 要請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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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舒服 很舒服 其實大家看過父母的 都會知道 肉類小孩子身上的 那個 那一個 那一個 我們都是通過我們的 安全體測 那這一塊 是我們的 鷹兒高筋 我們先請呢 我們呢 坐在那邊 大家請坐坐坐 坐坐 坐坐 來來來 市長先躺 那來 英雄都說 我們是你父母 說過這個 這整個打開齁 要跑一下我們的市長 這是什麼 師父魚啊 啊啊啊 厲害 師父魚啊 而且 師長你也太聰明了吧 他媽媽就是那種 四個不同的師父魚 不同的身高 讓小朋友可以躺在上面 讓爸爸媽媽媽拍照進步 我想問大家說 有沒有發現這個 英雄高筋 我們是側製 夾打 其實他是兩用 小時候讓英雄當高筋 長大之後 英雄回憶 他可以當小被子 所以呢 一樣在我們的驚喜高裡面 可以讓大家來看到 啊再來呢 我們剛剛打開了這個 零盒之後 大家有看到這個零盒 其實我們也是做鐵設計 這個小零盒 不是要玩玩玩具嗎 啊 玩玩玩玩具之後 當作長寶盒一樣 啊那你們呢 也有我們這個 大家父母的NPC小幫手 我們的 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給大家的祝福齁 都好好一同他上 成長的冒險旅程 我們的台南市家庭教育 總共要做你最堅強的後盾 來我們陳醫生議員 我們在建設 喔 歡迎 謝謝 我們來 我們來跟我們一起來 進行開箱囉 那再來呢 市長 你有看到我們這邊 有兩隻襪子嗎 其中我們手上 這個是大人襪 這個呢 我們手上這個是 小飛虎的 啊就其中 對對對 有吃怒魚 啊那是大人的 我們讓他們呢 在台南有專屬的 OOTD 就是今日的穿搭 那一樣的這個 這個材質這樣都是 安靜的來做前側 好啊再來呢 繼續來看到就是 剛剛馬上抓住 我們市長的光了 就是 我的成長進入貼 這個貼紙 喔 這是小朋友用喔 你知道 來這個貼紙啊 安靜的工作人員請上 剛剛沒有猜錯 他一共有十二張喔 就是讓小朋友 進入他上幾個月 同時另外八張是什麼 生命當中的重要時刻 喔我會開始哭了 我會笑了 我很開心 我會戰了 我會翻身了 更能不同的這個 重要青春時刻 讓爸爸媽媽 可以貼在小朋友的身上 你給他放在那個 一個陶珠上面拍照 現在年輕人 年輕爸媽 哼使喊拍照 你用力開得懂那麼多 當然啦 你生氣的 我今天要究竟 我要認真啦 我未婚電話在這邊好不好 哈哈哈哈 這樣還開來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我來這裡不錯啦 現在完成 我們現在要欠現的 是不是 你生氣有轉天嗎 來 唉唷唉唷 唉唷 這也是我們幫大家來介紹 來 這是剛剛我們市長 最有興趣的這個洋洋洋 其實剛剛他說 前面五個這個禮品 都是只有台南專品的 只有這個我們綁劍買得到 爸爸媽媽都知道 小朋友呢 如果需要吃一些褲子品 你就把豬放進去 那非常的省事 這一整個儀藏呢 希望讓我們的新手媽媽 大家都可以來帶回家 那現在呢 我們要讓我們的市長呢 跟我們的一盒兒包 親親起來如果可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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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我會讓我們去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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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一盒兒包心 還有這個 這個 這個 來 請小心 那我們呢 先讓我們去場的各位 會賓 跟我們的一盒兒包心 一起來做投圖 來 啊 那個 手拿牌 齁 來 請幫我看著這個 正前方的照相機 好 啊 我們要帶體照喔 好 來 可以耶 幫我拿一下 好 好 那個 後面這個包心的字樣 我會給他秀轉一下 好 好 來 走 來 一樣的喔 等一下 我們 比小愛心可以嗎 因為這是我們台南市 滿滿的愛心 OK嗎 小愛心 沒問題喔 哈哈 好 這個美景方面很重要 我們要幫大家 Stay到完美 好 來 OK OK 好 來 準備囉 一樣正前方的照相機 幫我來看一下下 來 小愛心先給我來一個 好不好 如果這是我們來自台南市的愛心 希望大家感受到我們滿滿的祝福 開始了 爸爸媽媽 這樣是有聲音嗎 OK 好 爸爸媽媽在洗手之前 在幫爸爸洗澡之前 記得 雙手要先洗乾淨 再來就是你手上的飾品 包括手錶 戒指 手環這些都要先把它拿除掉 好 那如果我們都已經做好這些外在的 外在的解除動作之後 再來就是寶寶洗澡前的準備 包括室溫 室溫以25度為佳 那洗澡的時間的話 我們會是建議10點到下午的3點之前 這段時間來幫寶寶洗澡是最合一的 那再來就是你環境的準備部分 包括你在幫寶寶洗澡之前 你要先準備好浴巾 還有寶寶的紗布衣跟尿布 這邊都要一併準備妥當 好 那如果你環境上都準備好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進到主務室 去跟寶寶做一些簡單的互動 那我們會在洗澡之前 我們會先將衣服 紗布衣 先做一個解開 但是不脫掉的動作 這樣子還是先幫寶寶做好保暖的部分 那因為紗布衣通常會有兩條袋子 這個都一併先解開 解開那之後我們就是把它輕輕的 就是把它蓋在寶寶的身上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會幫寶寶進行一個清潔 由頭到身體的一個清潔步驟 我這個要先放這了 所以寶寶寶寶寶在抱寶寶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護住他的頭頸 這個護住頭頸的動作很重要 這個是錯誤的姿勢 一定要護好寶寶 抱好寶寶之後呢 我們會讓寶寶整在我們的手臂的位置 好 那因為在洗澡之前 包括你的水溫 水溫的話 我們會是建議是在37度8 37度8到40.6度之間 那再來就是你的浴室的水 澡盆的水大概是二分之一為加 那因為一般家裡頭不太會有這種測量水溫的溫度計 所以我們會建議用你的手肘的手腕的耳溫去量測 好 看看保水的溫度會不會過涼或者是過熱 那再來你也可以用手肘的位置去量測水溫 可以用這種比較簡單的方式 好在家裡就是測量水溫好 那如果這邊都準備恰當的話 我們會先從清潔口腔 清潔口腔 然後再來就是幫寶寶洗臉洗頭洗澡 會依序這些步驟 那我主要示範的話呢 示範是以清潔幫寶寶洗臉為主 那洗臉之前我們的紗布巾會沾濕擰乾 那在幫寶寶洗臉的話有一個動作要記得 因為紗布巾比較大條 所以我們要記得我們把這個尾端的紗布巾把它收好 收好 那幫寶寶洗臉的話我們會從眼睛開始 那洗眼睛的話有一個很重要的步驟就是要由內 向外 由內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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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完一側之後記得 擰濕 沾濕擰乾 換一腳 再從另外一端 由內往外 由內往外 清潔眼部 清潔眼部完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是會清潔臉部 清潔臉部的話 我們會依序從寶寶的額頭 臉頰 鼻子 嘴巴跟下巴 來做一個清潔的部分 好那我們先從擦拭額頭 擦完之後記得 你要換另外一個腳腳 再幫寶寶清潔臉頰 再幫寶寶清潔臉頰 清潔完臉頰之後記得 再換一個腳腳 擦拭鼻子 好再換一腳 清潔嘴巴 再來就是下巴 好清潔完臉部之後 接下來我們會做洗頭的部分 那洗頭呢 洗頭的話要特別留意 因為我們剛剛都是採摇籃式的爆發 當我們幫寶寶洗頭的話 我們會改成感染式 所謂感染式的話 就是讓寶寶他的頭 是整在你的手臂上的 但是他的手臂 是要用你的 手部去夾著他的腰部的動作 然後他的頭部一樣 是用你的手掌去忽住他的頭頸 我們會由搖籃式改成感染式 所以這個動作很重要 那再來就是因為幫寶寶洗頭 洗頭的時候 因為女生的手掌比較小 那我們洗頭的時候 記得就是女生來講 可以先用一隻手指頭 去捂住寶寶的耳朵 那如果是男生爸爸幫寶寶洗澡的話 因為男生手掌比較大 男生他是可以用雙掌直接捂住寶寶的耳動的部分 這可能就是洗頭的話 要特別留意的地方 好那洗完頭之後 接下來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要做洗澡的部分了 那洗澡的話 因為通常我們幫寶寶洗澡的時候 都是會用坐著幫寶寶洗澡 那這邊要提醒說 洗澡的工具也很重要 坐的椅子也很重要 為什麼因為坐的椅子 通常坐的椅子有分成四隻腳的 或者是完全時心的那一種 那我們會建議爸爸媽媽 就是以時心的椅子為主 為什麼因為如果你是買四隻腳的椅子 很容易所謂的空腳翹 你會重心不穩 那個比較危險 所以我們會建議是以那個時心的椅子 為比較 以凳比較好的一個洗澡的工具 好那因為你是坐著幫寶寶洗澡的 那因為現場示範的關係 這邊可能就是在洗澡之前 因為我們會幫寶寶放在腿上的話 我們包括我們浴巾也會準備好 那這時候呢我們就會幫寶寶就是 一般他講我們會放在腿上幫他解開衣服啊 解開尿布 所以通常他是這樣子的姿勢 這時候我們才來幫寶寶做 解開衣服跟解開尿布的動作 那在幫寶寶解開衣服的時候 因為其實像這個釋放娃娃他是 關節處是比較硬的 但是真的寶寶他是 關節處比較柔軟的 比較柔軟的話 可能家長在脫衣服就是要特別留意 不要用硬扯的方式去把寶寶的手 從衣服脫落 因為其實寶寶的關節是有彈性柔軟的 那在下水之前我們一樣都是要做好保暖的動作 那可能爸爸媽媽就是要特別就是要再練一下 因為你要怎麼練習單手脫尿布這件事情 這個可能是需要練習的 當你在洗澡的時候要練習一下怎麼單手脫尿布 那我們已經幫他解完尿布了 但是我們的衣服我們還是會覆蓋在他身上 還是要做好保暖的動作 那我們下水的話呢 因為每個人的手勢不同 看你是要把寶寶的頭枕在你的左手還是右手臂 那我習慣是讓寶寶枕在我的左手臂 那我們會先 當他是這樣子 當你是坐姿的時候 你會把他的衣服腹敗在他的身體上 好 那這時候他要下水囉 這時候他要下水的話 我們會先幫他打頭 背部 背部朝下 然後你看他的頭是整在我的手臂上的 然後我會用我的虎口去抓著他的腋下 然後我這一隻右手回去扶著寶寶的臀部 這樣子腳先下水 好腳先下水之後呢 那因為衣服會漂浮在水上 好沒關係 就讓他漂浮在水中 那這時候寶寶下水之後 我們會用水打濕寶寶 先從被打濕之後 然後依序從背部 背部下肢 還有單側手 腋下 還有臀部 來做一個清潔 清潔完之後 接下來這個步驟 要怎麼樣從背面翻到正面 這個對爸爸媽媽來講 可能又會覺得有一點難度了 先伸出你的右手去扶著寶寶的臀部 你的腋下 那正常的寶寶來講 他是柔軟的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 他其實這個頭 就會很順著你的這個手腕的姿勢 這樣你就會很自然的把它翻過來了 那翻過來之後呢 我們就依序從寶寶的頸部 胸腹 還有他的手 手指縫 手 手指縫 鼓勃 伸直器 還有腳 腳指縫 好 依序洗乾淨之後 還有一個很步驟是 因為我們很習慣 洗完手都會這樣 揉揉揉的 對嗎 小孩不能這樣揉揉的 不可以這樣子 這個是NG動作 不可以 抱抱起來之後就是抱起來了 你不要再這樣子 這樣子是不行的行為 好 抱抱抱起來之後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能挪來主臥室 幫他做一個擦乾的動作 那浴巾擦乾的時候也要特別留意 不要用摩擦的 這個是不行的動作 我們要用按壓的方式 按壓 然後依序從頸部 手 然後伸直器 腳 這樣子擦乾 用按壓的方式擦乾之後 那一樣要幫寶寶做好保暖動作 那這時候就趕快拿出尿布 假裝這是新的尿布 好 那尿布打開之後呢 好 那因為寶寶這時候 他其實腳腳可能會有 動的狀態 那再來就是 如果你的寶寶 脊帶還沒脫落的話 記得就是尿布要反折 但是因為這個寶寶 他脊帶已經脫落了 我就不做這個反折的動作 好當你幫寶寶穿尿布之後 你要用你的手指頭 去測一下 有沒有一直寬的寬度 因為太緊或太鬆 這樣子都不可以 然後還有就是他 腳腳這邊 有沒有一直寬 那包括他這個耳朵邊 也要把他拉出來 好 那他都OK了之後 那再來就是紗布衣 正常來講 我們紗布衣 你以後是會直接 墊在這個浴巾下面的 是會墊在這個浴巾下面 所以你可以直接 幫寶寶穿 紗布衣的 那再來就是 因為通常 紗布衣對寶寶來講 都比較長一點 所以你在幫寶寶穿之前 你這個可以反折一下 然後呢 就是用衣服 這樣從洞口拉出來 像這個衣服反折的話 我也會建議在寶寶洗澡之前 就要先做好 做好整理了 好 那寶寶的手 你可以讓他 稍微彎一下 然後放進來 衣服裡面 好 那最後就是做穿 紗布衣的動作 這就是先教爸爸媽媽簡單的就是包括頭部啊 頭部怎麼清洗清潔 然後身體怎麼清潔 就是先做這樣簡單的示範 謝謝 好 謝謝